日前 前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落馬 官方稱 他主動投案 秦光榮早年曾捲入薄熙來案、周永康案 還曾叫板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從秦光榮的仕途看 多個關鍵節點 都跟中共高官曾慶紅等多名江派大員 有著密切的關係 那麼這次他的主動投案背後又有什麼樣的原因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分析報導 5月9日 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 雲南省委原書記秦光榮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主動投案 目前正在接受調查 秦光榮是第一個主動投案的正部級高官 也是中共十八大後第二名被調查的雲南省委書記 他的前任白恩培已被判終身監禁 旅媒時政評論員鄭浩昌分析說 秦光榮的仕途有兩個關鍵節點 早在1998年2月 他任職湖南長沙市委書記期間 曾一度犯案被免職 秦光榮在長沙市委書記任上因為維穩用力過猛 調動武警殺的人而被免去辭職 掛了近一年的空投省委常委 這種情況下他們閒雲翻身 調到雲南當政法委書記 很有可能是打通了中組部的關係 當時的中組部長正是曾慶紅 1999年1月 秦光榮調往雲南任政法委書記 之後官運一路亨通 秦光榮在雲南當政法委書記時 增加法輪功特別賣力 因為他就是這樣的很角色嘛 就跟他之前調動武警殺人是一樣的 這就很對江派的胃口 所以他後來敢叫板習近平 他不是沒有底氣的 他知道他真正的 後台老闆是誰 近年來 有關秦光榮被查的傳聞不斷 但他一直平安無事 那為何現在突然主動投案呢 大陸媒體《財新網》9號報導說 因為秦光榮獨子秦嶺在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履職期間 犯下嚴重案件而被查 而這個案子勢必牽涉秦光榮的其他違法清潔 在美的中國問題專家張健說 秦光榮出事前是典型的江系人馬 和曾慶紅的關係也非同一般 他這次被查是一件非常詭異的事 第二 在中共統治下 像這樣的官員 其實是非常多的 不計其數 無論是哪一派的人 他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罪行 秦光榮此次主動投案 被認為是為了平衡各派系的利益關係 在中國的政治派系的鬥爭當中 秦光榮可能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 也有可能是被江派和習派 在中共建政以來史無前例的方式推出來 要丟棘保帥 或者說來達到黨內某些勢力的平衡 也有這種可能 張健認為 在中美貿易戰升級 中共受國際圍剿的困境之下 黨內各派需要抱團取暖 一致對外 現年68歲的秦光榮 歷任中共湖南省00地委書記 長沙市委書記 省政法委書記 2001年調任雲南 歷任省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 組織部部長 副省長 代理省長 省長 2011年升任雲南書記 2014年11月被貶至中共人大任職 秦光榮於2014年7月因涉雲南官場腐敗窩案 避免去雲南省委書記 報導說 秦光榮擔任雲南省委書記期間 曾發表 官員不能因為一點自身利益就舉報 不過 他也說 雲南100封舉報信 可能6封是10的 這是他被免之前在雲南省省委中心學習會議上說的 由於當時前中共高官周永康剛被宣布立案審查 秦光榮的話 被認為直接叫板習近平的反腐運動 報導說 秦光榮當年之所以敢叫板中南海 是因他早年投靠曾慶紅、周永康等人 在曾慶紅的觀照下 他從雲南政法委書記被提升到省委書記 在雲南任上 他一直向增加周家輸送利益 同時 秦光榮為了積累所謂的政治資本 曾積極追隨江澤民、周永康殘酷迫害法輪功 是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追蹤的主要迫害幫凶之一